我收到了大量的信息啊 关于在海口的大连的哈尔滨的 这个包括青岛的战友们啊 都给我发信息 兄弟姐妹们一定要记住 你们问的问题答案只有一个 这样的苦日子还早了呢 不会是今天 也不会是明天 为大家举个例子 上周五咱们这个高层的内部的战友们说 七哥我今天下午去给这个中南坑汇报工作 很有可能上海今天晚上解封 我说这样吧 你报告完 我再通知战友 我再直播一下子 但是我告诉他 我说我认为你这个报告 上海不会解封 他说不可能 他说让我们准备了解封的条件 还有解封后的各种社会的宣传 封后的管理啊 因为共产党内部有一套 就是每个城封完以后 怎么让大家死的人不让人知道 病死的人不让人知道 医院的人怎么封口 特别是饿死的人 跳楼的人不能让人知道 邻居家做工作 他有个叫清零后的政策委员会 这叫做清管委 清零后管理委叫清管委 所以说他们是报告清管委 这个会认为一定会解封 我说你不了解习太阳 你不了解王岐山 我说他不会给上海解封的 结果是报上去以后 人家就没回复 也没说yes 也没说no就撑到了今天 你说你七哥傻乎乎的来的这么高层的信息 星期五我说上海解封啊 今晚解封 你看我打不打脸 所以说共产党啊 你得了解这个流氓组织的本质 习太阳非常想折腾上海 特别是韩正偷着 坐火车回到上海 习太阳想啥 你想干啥韩正 你竟然敢偷着坐火车回上海 不让我知道 你见谁了 马上问 一问 所谓看了看病中的朱镕基 看了看病中的江老 顺便又看了几个上海的老同志 你觉得习太阳能放心吗 共产党不就整人整材料吗 是吧 你想干啥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